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被一件睡衣胁迫 是什么体验 18世纪法国哲学家 丹尼斯·狄德罗 很有发言权 有一天 他收到朋友赠送的礼物 是一件精美华丽的睡袍 狄德罗非常喜欢 联邦扔掉自己的旧长袍 穿着新睡袍 在家里踱步 可是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一会儿觉得书桌破旧 一会儿嫌弃地毯粗糙 仿佛一切都无法匹配 这件做工考究的睡袍 他扔掉就家具 更换新地毯 将家里里里外外翻新了一遍 原本以为自己会因此变得更开心 没想到只剩下了疲惫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 胁迫了 经济学家将这个行为称为迪德罗效应 指的是 人们拥有了一件物品后 会不断配置更多物品与其相适应 以达到心理平衡的现象 要想时刻保持内心的坚定 就不能被冲动裹挟 因为一味追求 只会徒劳消耗你的精力 你占有物品时 物品也在占有你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 无论什么节日 总能听到商家的吆喝 于是 很多人不看自己的实际需求 遇到喜欢的就往家里搬 殊不知 当你疯狂占有物品时 物品也在占有并支配你 衣服越买越多 橱柜放不下 单纯随手扔在角落 导致家里的空间日渐逼测 鞋子越堆越多 房间凌乱不堪 每每下定决心收拾 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不知不觉 你的钱财在流失 时间被消耗 可是由此获得的幸福感 并没有叠加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有很多学生 有一天 学生告诉他 集市上有很多好东西 去了一定会满载而归 苏格拉底去逛了集市 可是回来后却两手空空 学生们很奇怪 忙问他原因 苏格拉底说 此行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发现这个世界上 原来有那么多 我并不需要的东西 对苏格拉底来说 不需要的东西就不买 如此便能保持内心甜淡 不为外物所累 史学家黄宗熙说过 少欲绝身轻 如果一个人的欲望都放在物质上 精神或将变得贫瘠荒芜 如果一个人的精力都放在名利上 身心或将变得疲惫不堪 相反 一个名利随缘的人 不会分散注意力到多余和无用的事物上 就能始终轻装上阵 活出清爽 达官 不要陷入鸟笼效应 二十世纪初 系理学家詹姆斯和好友打赌 说他能让好友养一只鸟 好友当然不信 他既不喜欢养鸟 也不需要养鸟 更不打算改变这个习惯 直到他收到了詹姆斯送来的鸟笼 并将鸟笼挂在了家里 人们来到他家 看到空空如也的鸟笼 都会问他 鸟去哪里了 为什么要挂一只鸟笼 刚开始 他还耐心解释原因 后来被问得不胜其烦 干脆买了一只鸟回来 让鸟笼的存在变得合情合理 詹姆斯赌赢了 他用一个鸟笼影响好友的心绪 改变了好友的决心 干扰了好友的生活 其实最开始 好友根本就不需要这个鸟笼 可一旦他选择收下 就开始被鸟笼牵着鼻子走了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鸟笼效应 像这样的事情 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原本你不需要买什么 可是某公司送你几个伴手礼 随后你购置了配套产品 原本你不喜欢玩游戏 可是某好友送了你一只游戏手柄 感觉不错 随后你添置了一系列游戏 当账户里的钱慢慢减少 家里的杂物日渐增多 你这才精觉 自己陷入了鸟笼效应 这点上 居里夫人始终保持一份清醒 她和丈夫结婚后 搬到一个新房子 家居风格质朴简单 接待室只有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 父亲打算送给他们一套豪华精美的家具 包括沙发和软椅 居里夫人拒绝了 丈夫提出增加一把椅子的提议 也被她否定了 在居里夫人看来 有了沙发和软椅 就需要付出很多清洁时间 多一把椅子 就需要增加很多应酬时间 虽然家里设备简陋 往来朋友不多 但他们内心从容而富足 为后世留下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 其实要摆脱鸟笼效应 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控制自己 物质需求上有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人云亦云 被外在的标准捆绑自己 生活追求上有自己的方向 而不是左右摇摆 被他人的声音影响自己 当你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能守住自己的初心和重心 就能排除外在干扰 活出真正的自在 真正的断舍离是学会聚焦 而不是一味舍弃 提到断舍离 很多人想到的 就是大刀阔斧的扔扔扔 毫不留恋的丢丢丢 其实这并不是断舍离的真正内涵 如果内心没有规划 生活没有条理 随手扔掉的一件物品 也许不会减少负担 反而是徒增烦恼 杂物管理咨询师山夏英子说 断舍离是通过收拾物品 来了解自己 整理自己内心的混沌 让人生进入舒适的行为技术 真正的断舍离 不是简单的舍弃物品 而是刻意地聚焦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的人生 进入游刃有余的状态 一罗列清单 让生活有规律 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以前不列购物清单 看到喜欢的就买 但却衍生很多麻烦 比如买了一个铃铛挂件回家 发现没有好看的背包搭配 就下单一个非必须的背包 当他开始罗列购物清单 买东西时 以自己是否用的上为准则 就能在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时 保持一份清醒 不仅如此 他还会罗列每日清单 提前将自己一天的安排记下来 并坚定执行 一天下来 都能把工作 娱乐 健身等安排得井井有条 特别充实 有句话说 你怎么过一天 就怎么过一生 要让日子过得舒适简单 离不开科学规划 否则一天东忙西忙 内心却不会有收获感 不妨借助清单 来明确生活内容 当你聚焦了一天的安排 也就能保持专注 不为其他事情而分心 二 区分主次 让行为有重心 如果清单里的事情特别多 让人目不暇接 该怎么办 这个故事或许能给你启发 一位教授上课时 拿出一个玻璃罐 把十几块大石头放进去 然后问学生 这个罐子满了吗 学生都说满了 没想到 教授依次又放进去一桶碎石 一罐沙子和水 他提醒学生 如果顺序颠倒了 不先放大石头 其他所有东西就无法放进去 学生们恍然大悟 对我们来说 面对繁杂的安排 要先找到自己的大石头 也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把握住重心 建立轴心思维 减少外界的影响 才能专注在当下 持续获得成长的能量 三 减少消耗 让内心有秩序 曾遇到这样一个女孩 性格敏感细腻 总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而怀疑自己 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 而忐忑不安 他不堪其扰 于是前去找老师咨询 老师建议他 试着建立稳定的内心秩序 聚焦真实的自己 其实 别人的言行很多都是无心的 真正可怕的 从来都是自己那颗在意的心 因为看得太重 所以常常借此折磨自己 造成精神消耗 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眼里 最终会迷失在自己心里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 从来都是 走在适合的路上 活出真实的自我 学会爱惜自己 然后接纳自己 进而精进自己 如此 便能避免自我内耗 笃定前行 很喜欢一句话 我们从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幸福的生活往往很简单 那就是聚焦在当下 专注在当下 当你不把时间 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 不把注意力 消耗在外在干扰上 自然就能活出自律 活出闪亮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原理那些 Egple 感谢观看